当地时间11月19日,一位加拿大多伦都市、名乡记者,展示刚刚换取的加币10元新钞票。 加拿大当天正式发行其手张垂直设计的钞票。 这张钞票上映了约70年前推动加拿大犯种族隔离政策的黑人女性维奥拉戴斯蒙德的肖像。 维奥拉也成为出现在加拿大钞票上的首位黑人,以及首位非黄石女性成员。 两名加拿大皇家骑警警员在多伦多像记者展示刚刚发行的加币10元新钞票。 一位加拿大多伦多小女孩像记者展示刚刚换取的加币10元新钞票。 一位加拿大多伦多小学生像记者展示刚刚换取的加币10元新钞票。 加拿大多伦多市民在加币10元新钞票,发行一次上手持新钞模型台队拍照留念。 中心是记者余瑞东社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